大家好 我是阿龍 今天來整理一下芋頭 因為附近雜草都沖上來 那先把這個雜草整理差不多 再來做最後一次的追肥 R having two 這草啊,現在大概整理差不多 啊先來,將這個小顆的芋頭苗 後面長出來這個是從原本我們種下去一顆 這顆膨大之後,旁邊會長出很多小芋頭苗 這個我們要把它做取出來 就是防止跟這一顆吸回 讓這一顆繼續在膨大,那芋頭才會大顆啦 這個比較高,有的是在土裡面長出來 這個上面就有一根根在表面長出來 所以說芋頭小苗就從這邊就冒起來 那我們從這邊割開就可以了 這邊把它割掉 這樣子就可以取出來 那這一顆我們可以做移植用 那要取這個小顆的芋頭苗 我們可以把它堵稍微挖開,看裡面的情況 跟布看有沒有 沒有哪裡在擴張 沒有的話,我們就從這前面把它切開 這樣切開 這樣就可以取出來 這根部,細根蠻多的 就可以種植 像這一顆啊 也蠻大顆的 像這種 可移植也可以食用 要食用的話 當然是取大顆的口感會比較好啦 像這個我們 先把旁邊的土 稍微中一下 然後再取出會比較好取 搖一搖,看下面的筋在哪裡 我們才比較好切 判定它是在哪一個部位 不要硬扯上來 這樣子會扯斷 這樣子就可以取出來 像我們這個 把它 土把它弄掉 這一節它還有芋頭 一部分存在這裡 像這一顆都比較大顆 這個我們要食用的話 上面切掉 留這個部位 然後做清洗之後 切段一段一段的 然後下去熬 熬給它暖 口感很好 這種就很好吃 像這個 你可食用也可以 不食用啊 這比較小顆一點 像這種的 我們可以拿來 移植用 不要浪費 這一顆啊 這麼大顆 它展開這個小苗 長那麼多 你不移植掉的話 會跟這一顆大顆 搶肥料 經過這一次啊 把它做疏散掉之後 小苗它還會長 它的量就比較少 它後面的營養分吸收 就沒有那麼多了 重點就是 我們再吃 這一次肥 它肥料這一顆會吸收 其他的小顆 就不會跟它再搶肥料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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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發現到像這個啊 從這邊冒出來煎煎這個 那冒出來到時候 它會從這邊長出小芋頭 也就是這種的 你有發現到的話 直接就可以跟它取出來 不要讓它從這邊生長起來 這個就是長小 爆出來就是生長 它到時候在外面這個地方 會長小芋頭冒上來 就變小苗了 長出來就像一顆這樣子的芋頭苗 這隻從這邊冒出來那麼長 這隻從這邊冒出來那麼長 盡量不要傷到大的這個芋頭 我往外修出來就好了 往外修出來就好了 就留起來等它大一點 再取出來 這一顆啊 芋頭也是蠻粗大的主顆啦 旁邊長出來的芋頭 這個蠻粗的蠻粗的蠻大的 比較不好把它輸出來啦 也是要把它輸掉 不要影響到這一顆的肥料跟它搶肥 像這個蠻粗那麼大 搶肥應該是蠻嚴重的 在切的時候啊 本顆啊比較切到 白白的芋頭啊 檳榔芯芋頭就是中間有一點一點紅紅的 裡面好多啊 但是我不會 Mond RAM 剛剛靠好多的 什麼沫 compass 比較多的 它就是同時 grund以人方想知道 此位完全不會 role 5秒钟 像這個小顆梳起來的苗 那我們可以選擇比較帶濕一點的地方去種 不要太乾啦 只要你種的地方 水氣比較有 不要太乾炸 也不要說會淹水 的地方種起來 芋頭才會大顆 另外的就是說 你種植的過程 有雜草要加檢除 啊施肥就是每隔一段時間要做施肥 你不要說種下去都不施肥啦 雜草都不省理啦 那這樣你的芋頭就不會大顆啦 啊現在是 我先輸掉兩行 那個另外的明天再輸 因為一次輸的秒太多 消化不掉 啊我現在要進行這個 撕肥 那我們撕肥的話 不要太近 在這個旁邊挖 這個根細出來一點 你太近它會傷到根部 這顆的芋頭啊 位置 位置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追肥 至好一個手掌 打開再出來一點 不要太近 太近 它會傷到根部 啊我們撕肥適量就好 不要過量過量 一下子它沒辦法消化 也怕會去傷到根部 就在周圍這樣子 撒過兩掌就好 不要再多了 盡量撒外圍一點 因為它根部都已經展開了 然後再把這個土 大式上蓋起來 有蓋過就可以了 那你肥料下在這邊 你蓋過它 它那個根部已經展開 它自然就 這麼遠 它自然就會吸收到肥料 而且它有哪裡有肥料 它根細就會往哪邊去吸收 吃完肥後 也就是 等到農曆的酒葉份 採收比較恰當 那時候的口感最好 也就是在九九同陽節的前地可以摘起來 去做芋頭膏 它說一般大的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會需要芋頭 來做芋頭膏 所以說 九九同陽節 那前幾天就可以採收 今年剛好地上有一顆芋頭開花 這種是比較罕見 那我們過來看一下 那就是這一顆啦 把他弄下來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這顆芋頭長出來 它有兩個長上來 這個就是開花 這個很少會碰到這種情形 這種因為是說 你溫度高溫又帶濕度又夠 產生的才會開花 像這種情形啊 對我們生長芋頭沒有影響 它產質量都不會有差 只是差在氣候的關係 才會產生這種開花 那今天這個芋頭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拜拜 拜拜 這些芋頭小苗挑出來的 比較大顆要拿來食用啦 比較小顆這個我把它挑出來 還是要做椅子用的 還是要做椅子用的 開始 sacrific了